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今天又是我自己一個人 因為最近就工作很多很多 然後後面沒有什麼空閒的時間 然後今天終於有一個小小的休假 休一天 然後我剛剛起床的時候就覺得不行 我一定要出門去走走 我想要去一個很安靜的地方 只有我一個人沒有其他紛擾的地方 所以我就看了露營區 其實我昨天就看了 然後反而想要去畢山露營場 就是在台北市的一個免費的露營場 可是它最晚要七天前預約 所以預約不到 我就打了Google Map看家裡附近最近的露營場 就有一個離我大概25分鐘吧 然後我就打電話去問 然後老闆就叫我說OK啊這樣 所以我就現在要一個人去露營 但今天天氣不是很好 就是外面還是在下一些渺渺小雨 反正我去的那個地方是有雨棚的 但我看它的地板是水泥地 我有跟老闆講 老闆說它的地上都有設備 可以用陰釘的東西 反正就先去看看 小貓 水 水 鸡 鸡 水 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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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裡還有很多帥 我已經十分了 我現在已有什麼地方 我現在已經溫通了 我現在已經有一定的地方 我現在已經起進去 今天真的要在西門和張宇宙 我現在已經在一起 我現在已經在不說 我現在已經在那裡 我現在已經到不說 我現在已經南部 面前的菜 火鍋 鱗鱼 蒸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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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真的太幽默了 我刚发现我没有带行军床 然后我就想说我还有内脏 没关系 我有带一些布类 然后铺在下面 上面睡睡袋 结果我刚煮饭的时候 发现我连锅子都没有带 银主人行好 他们就住上面 然后给他剪了一个锅子 真的是非常感谢银主一家的招待 现在是晚上六点半 我要来吃东西 等一下想要早一点用一用去休息 我今天买了这个培根香葱蛋炒饭冷冻的 现在已经解冻了 他用平底锅加一点油 然后拌炒三到五分钟就可以了 它用一个锅子 然后炒三到六分钟 它用水 然后炒一大锅子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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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